大家好,今天来五克松办事,顺便逛一下华西商业广场,这两天北京在下暴雨,难受一下下雨天的华西,停好车后从车库上到华西广场一层,外面下着暴雨,电梯口旁边的宠物店里的猫猫狗狗,还在悠闲地睡大觉,真是让人羡慕。 上到一层后,雨还在下,目测还是终于季节,雨中的雨天的华西,停好车库上到一层后,雨还在下,目测还是终于季节, 华西广场游客也明显减少,由于我到的比较早,大部分的店铺都还没有营业,来,先带大家随便走走。 华西立五颗松,是华西国际打造的第一个华西立,是北京文化体育娱乐新地标和京西吃喝玩乐胜地,整体来说,华西商圈现代并且时尚,这里汇集了大多数的年轻人, 华西立五颗松华西立最大的特色就是美食与娱乐,首先是美食,里面的中餐,西餐,正餐,快餐,小吃临四至比,从古朴到时尚,从中国风到西式晚宴,华西立可以说真的做到了应有尽有。 除此之外就是娱乐,嘻哈包袱库和料饭KTV绝对是好玩的地方,说到华西立五人气最高的地方,那就是调调街,这里的设计是工业风,汇集着工业感十足的集装箱设计,和众多网红小吃爆红网络,成为京城最具人气的打卡地。 调调街网络了京城四十多家著名的网红餐饮,酒吧和咖啡厅,还有许多运动品牌旗舰和文化创意商店, 只要到了周末,这里人来人往非常热闹,成为吃喝玩乐的艺术广场,商铺小店错落有致的分布在这里,装饰着色彩斑斓的花朵,风车,每天晚上还有十分绚丽的灯光秀,夜景下的华西广场更加迷人。 为了更好的服务消费者,更好的发展北京业经济,花西立福科松全场68家不同业态品牌,工作日营业至深夜二点,全体商户周末营业至24点之后, 并且联合项目下丰富多样的品牌和多种业态,结合街区特色,促进夜间经济消费,重点推出深夜食堂,打造京西热点酒吧街,会集多种多样的酒吧。 到了晚上,这里就会变得热闹起来,各种美食,潮流玩物,你想做的,想吃的全部一站式完成,这里有日式风格的居酒屋,韩式烤肉大排档,健康的手工制作糕点,新派精卫菜,还有让人腊过瘾的川菜熟煮江湖,一秒体验到巴士的成都夜生活。 你红灯闪瘦的道路两旁有着众多的小酒馆,在灯光之间,有着微醺的感觉,这是你放松的最佳场所。 点上一杯酒,坐在酒吧外谈天说地,让人把生活的节奏一下子就慢了下来。 如果你逛累了,吃饱了,就来嘻哈包袱铺,在这里吹着空调,来一壶清茶,一盘瓜子,听一场酣畅淋漓的相声,没有比这更惬意的了。 现在是上午的十点左右,大部分的店铺都在这个时间开门营业,此时雨还在继续下,只是感觉比刚来时略小一些。 不知不觉地走了一小时了,先去吃个早饭休息一下。 短暂的休息了十分钟后,我从下沉商业广场走了上来,到地面后,这里是华西的南门,对面就是北京3011院。 此时的雨又大了起来,并伴有大风,简单的停留拍照后还是回到下沉商业广场吧。 呜伴是一只能够的。 在这里的避免,山藏台湾是一只大的游泳区。 要热成为福音。 为了家里的尖区许以前员是在污管那里面。 其实每个小时的水平都没有水平。 注意了。 破云水平。 吹着阵阵的下风,看着满眼的一米灯光 经过了一天的忙碌生活,人们可以在这里卸下防备 悠闲地感受这里的夜色,美景,美食 约上三五好友,来点助兴小酒 在美食与话语间感受着这座城市的美好生活 让身体以及心理的压力得到释放 逛了将近两个小时,此时雨已经很小了 办完事我也该回去了,好,回见了您